疫情消息方面,我国今天再新增3680宗确诊病例,累计超过19万4000宗病例 今天再有7人不敌病毒逝世,同时全国各地爆发17个全新的感染群 卫生部傍晚发例行文告指出,17个感染群分布在雪龙、柔佛、霹雳以及东马两州 其中15个属于职场感染,两个是社区感染个案 目前,我国还有366个活跃感染群,超过42000宗活跃病例 有314人在加护病房留医,也是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,今天有超过1800人出院